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屋头闹里闹 笑里笑 锅中味道都要用 还要赶紧用我一声 出品还不能谈一批 把月子想了半天 突然想起 十多年前 还在和白豪刷朋友的时候 他在把月子前吃了家还可以 哦 这家店新开一不就 在全大王江南门附近 终点在青江东路那边开了二十多年 估计好多同学就晓得晚 为啥不切终点呢 主要是夹给一样 跟他选个环境好多的事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哎 好好好 哎呀 好好 这个小姐鸡 然后一个福尔白白糖 一个火灼风味 一个脆 一波锤 这个是宝饼 你们才是宝饼吗 就是宝饼 原来在这边吃的一个 这个是宝饼 对对对 然后原来看 小姐姐或者宝饼 豆瓣汤 对对 炒菜怪只该把厨房量出来的烧 蒸凉干净好品 哎呀 好嘞 好 谢谢 好了 现在说菜 叔叔今天点的都是他家的招牌菜 这个酸菜福尔白白糖 是抱怨是最最最喜欢的个糖 福尔已经不是啪不啪的问题了 完全煮融了 和汤融为一体 这个肯定是店家的一边的 入口口感非常绵密 低糖应该是高糖 没有加过多的调味 叔叔喝了第一口就觉得 要是拿来煮糖饭才把食 酸菜的味道稍微淡了一点点 然后偶尔会吃到一点点福尔的皮皮 不过冬天还能喝到 这么麻痴的福尔白白糖 你就不多说啥子了 叔叔的老妈 小的板原子爱这一口 每年开春新鲜福尔上市的时候 都要买很多 先出号 然后冻到冰箱里面 每次板原子回去 就接着用后拿酸菜来煮糖 真的是 单切心理中为止 拖练天下福母心 再来这个香醋小姐姐 这个是她家的头号招牌 因为原菜的比较简单 先把鸡丁过一道油 然后用姜蒜香菇和小米辣一起爆炒 起锅起来找盆香醋 这个醋真的是加的很巨妙 量也是控制的恰到好醋 鸡丁过油的时候 喝喝也不醋 不干不菜 而且是去了谷屋里 一点点骨头都没吃到 口感香辣会甜 醋香味非常浓郁 然而在真香的通吃 酸味又并不重 就是接点点微微的酸味 综合了小米辣的辣味 也不是说这道菜就不辣了 这道菜很辣 但是因为酸醋的原因 让口感更平衡 还是那句话 符合口味趁吃干 宝原则想起以前白花 特别喜欢吃辣 尤其吃火锅的时候 在香油碟里面要放很多去 然后锅底点个特别辣 边吃边嘲笑宝原则吃 还叫如何如何的皮 后来吃小的 搞了半天 是开了这个挂的原因 这个喝多了凤味 凤味就是萌生鸡 他在这个凤味是全身的 没有超过水 应该是用油红和低汤 加热以后淋上去 用汤汁的鱼温来断身 这个低汤也是高汤 很鲜 加入点点酱油和汤来提味 还有放了很多芝麻 不过没放香油 多发和边方的麻将风味类似 但是这个低汤 又比麻将好是贝贝 但这个只是宝原则吃鸡的口味哈 同学们喜欢吃那种 还是看过程的话 吸包了汤汁的风味 入口真的是脆嫩咸到鸡子 用的是萌生嘴嫩的那个尖尖 完全就是生脆的口感 但是又吃不出来人口的身心味 不要看到一点点海角都没放 但是这个都可以下鱼玩 最后这个薄脆是油煎出来的 看起来有点像是玉米面 但是实际口感就是普通面粉 加点烫 这个娃娃肯定喜欢 相当非常之脆 口感慧甜 不过因为是油煎出来的 有点油腻 吃多的门人 总的来说 这家的薯品 把原则做得很不错 食材质量也好 非常推荐 不过功能有同学会觉得 这个人是正宗的子宫菜 确实 这家的子宫菜是改良般的 但是正因为它改良 才适合更多的人 破破叶叶 自而自尽来的 说一声 哎 煎的菜还不错呢 好吃 好吗 对 请问一下你们今儿这个春节 熟不熟悉呢 不熟悉 你爱一番都不能顶的 可以 可以吧 你不能大桌子呢 非常好 你顶完什么